四 三 二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迷人堂 我是洪奈荣 台湾迷人堂要告诉大家 有故事的人 有意义的事 我们今天呢 节目场景录影现场 来到了迪化街的一间茶馆 为什么来到这边呢 因为据说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只要喝点热茶的时候 感觉特别的舒扬 好 所以呢 希望他来到这边呢 也可以跟我们度过一段 非常愉快的访谈时间 我们邀请今天的嘉宾 周委员 唐凤 周深好 大家好 周深好 周深好 你应该很少有机会来到茶馆 可以坐着好好的喝茶吧 这表示我们防疫有成 真的 真的 在最严峻的那段时间 几乎就是只有嘉宾跟新春元两个地方 所以你平常喝茶都在家喝的 没有办法来到外面喝茶 比较难 你自己在这个防疫的期间 我知道你非常非常忙碌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是 你的团队非常的有效率 对不对 因为我在跟你的专委联系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才发出了email 大概四个小时的时间 立刻收到回复 这是你对团队的要求吗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每天收到的讯息量 本来就那么多 所以像我也是半小时就看一次email 然后一定每天会完 因为不然的话就急欠了 就不可能处理完的 难怪我说 常常有人说在网路上呼叫唐凤 结果无处不在 你把大家吓坏了 是这样 所以你自己是手机有十类式设定 就是呼叫到你 你立刻就回复 没有没有 我是工作用番茄冲的模式 对 所以我是连续工作二十几分钟 那半小时里面 只有最后那四五分钟 去看网路上面提到我的讯息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 其实它都已经是完整的一片了 不会说好像它随时打字 我随时看着 你自己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其实帮了台湾非常多的忙 包括了口罩地图啦 还有实名制啦等等的 你自己在这段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觉得 自己最满意的成绩是什么 我觉得这些并不是我发明的 其实我们说群众外包 Crosers 那它都是社会上每个人的主意 那我的工作只是说 开门造局嘛 所以就是任何人 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那我就说 你行你来 我们本来用纸本做实联制 那在G0V临时政府的频道上面 有两位诚信网友发明说 但是可以用简讯 那从他们发明到 大家都在用 确实只有两三天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比较开心的是说 有共同价值的情况下 就像你刚刚讲到的 以前写这双信说不定要等四个礼拜 才有回应 但现在四个小时就一定有回应 缩短从有一个新的创新 到大家都采用的时间 我觉得是算是我们主要的风险 这度成当中有没有你觉得遇到比较大的挫折或是困难的地方 我觉得都还好 因为像去年我们的目的是75%的人都要买得上口罩 而且戴得了口罩 那到今年当然是要75%的人都打疫苗 现在我们录影的当下已经74点几了 已经最后的最后的0%几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只要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大家所了解的 其实就没有任何挫折任何困难 因为大家都是各凭本事去想 有没有什么创新的做法 可是最后这些创新的做法 都是汇聚成的共同的价值 所以在这段数位 这段时间其实数位科技帮了台湾很多的忙 你自己看你觉得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就像刚刚讲 数位就是好几位 数十位数百位 所以不是只有数位正位 一位可以来创新 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创新 所以我比较满意的是举例来说 像刚刚讲到的减讯十连纸 我们并没有取消掉纸本 所以在纸本那边也有人继续创新 像帮长辈刻个连续章 然后进门盖个章就进去了 那个可能比扫QRQ还快 所以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政府的创新 去扼杀掉民间的创新 那每个人的扫码器都不一样 像我是用台湾社交距离 但对很多长辈来讲 LINE加朋友那个地方是他最习惯的扫码器 所以LINE公司也自己改了他们的系统 来支援我们的减讯十连纸 其他包含趋势科技等等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贡献 所以每一个贡献都是加在之前的上面 而不排除掉后面的 我觉得是让我最满意的 郑文今天是我们第一天的碰面 第一次的聊天 但是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 一开始对你有好多的好奇 好多的想了解 然后大家又会觉得 你感觉好冲突 因为感觉绝顶聪明 但是你好像又接受度很广 例如说请你办喵凤啦 办唐凤寿啦 你好像来者不至于 你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就把自己当一个素材 所以我不会觉得好像 一定要怎么运用唐凤两个字 至少我也是抛弃肖像权 所以任何人就把我的肖像 合成他自己想要做的什么迷因 那就立刻叫什么唐凤过台湾 这个没半点钱 什么脑坡跟田 对那个没有问过我 对那或者是甚至国外 像日本的网友把我的访谈 就像现在这样访谈的内容 因为也抛弃著作财产权嘛 所以就混音变成一个什么hip hop 就是饶舌乐之类 那也没有这个问过我 所以我第一次说不用问过我 就可以随便拿我的形象去用 去二次创造三次创造 我觉得是一个让整个社会的创意 可以充分的释放 因为他不用担心被我告 没有什么完全所有反应必交 所以就很开放把自己当素材 但你没有任何形象的顾虑 完全没有是不是 也没有过经理的挣扎吗 没有啊 不是说请你办唐凤寿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那个导演的创意 那导演拍出来之后 又有很多二创 对那不管是模仿的这个艺人的朋友 或者是某一位艺人 那他自己又在这个素材上面 我们等于减低他们二创的成本 他们的二次三次创造 我也觉得很欣赏 我都是抱起着欣赏的态度 所以是完全开放的 就是欣赏大家的创意 那我好奇就是说 因为随着你的声明大造 包括了日本 给你最强的这个IT大神的这个称号 你自己怎么样看这些 对你的肯定 我觉得日本朋友用我的名字 很多时候是一个杠杆 就好像我们媒体界也常常是说 国外谁多么多么厉害 反观台湾 这个标准的写法 就是他们也是反观日本 那他们要的其实就是 青年的朋友 更多的政治的参与权 或者是说在数位的时代 有一个能够结合 民间的力量的朋友在政府里面 所以我不觉得这完全是关于我 这有点像是好像打着我的旗号 说台湾能日本为什么不能这样 因为他们争取也很成功 现在他们也有数位大臣 对 Karen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拿我的名号去当做诉求 去看看 我不会特别觉得那是我的功劳 或我真的做了什么事情 就像刚刚讲就是一个素材人 所以你也不特别把它当成是一个 给你的压力或是什么 你不会这样看 就是一个素材 你刚才讲到日本 你今天特别还穿了一件奥运的衣服来 对 是的 为什么今天这个场合特别穿上奥运 这是冬奥那个时候的进场服 你本来要去的 对 本来要去 那后来就是接到日本奥会那边的讯息 说因为他们那边疫情开始比较严峻 所以他们限制入场的人 那我就想说 那我当然就不一定要去 那我们也就是继续支持我们的选手等等 那但是呢 后来体育署就跟我说 因为他们衣服还是做了 那我就说 当纪念品 对 那我就说总不能只当纪念品 那体育署的朋友就说 没有你只要在媒体的场合 愿意穿出来 就没有白做 想做宣传 对 所以你这次没有去成日本 你自己有没有点失望 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跟日本一直有非常多的交流 不管是跟他们的官员 跟他们的学者 跟他们的媒体 那到文化界 好比像说台湾闹 那也是同时在日本跟台湾来进行 所以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机会 实际透过宽品 去跟就是网路取代 马路的这种方式 去跟日本的朋友接触 那而且这次他们的疫情 我觉得控制的蛮好的 现在已经控制到一个程度了 所以我觉得明年演出 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去 那你应该收到不少讯息 觉得有点可惜 你没去成 也是 不过也有很多当时很多朋友说 在日本的朋友 在推特上跟我说 建议我保重身体 等他们疫情控制好再去 他们会担心 你感受到来自他们的善意了 对对对对 郑伟其实 但是大家很肯定你对台湾的贡献 所以有越来越多声音说 是不是希望你可以 未来可以更上一层楼 会有更多的发展 那你之前也明确回应网友说 你不会出来选台北市长 你是怎么样看这些外界的劝进 那你自己心理想法又是什么 我觉得不少人比我更适合了 那但是我在做的 好比想要透过数位的方式 像前两天 我们录影前两天 欧盟的议员嘛 才刚来台湾 那他们也说 透过我们这种社会创新的方法 不是说由上而下的命令 大家非得尊重什么防疫的做法 而是每个人自己想出很多防疫的做法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 那这个也放在好比像说 加深民主啊 加讯息危害 怎么防治 不是靠剥夺大家的言论自由 而是靠让大家讨论的时候 脉络更多等等 那这些不管是数位外交的工作 或者是我们把各种不同民间的创业 结合的工作 那对我来讲 这个是我比较愿意做 而且事实上也是我比较擅长的 所以我并不会觉得 就是在别的位置向我更能发挥 那不少人更能发挥 所以这不会是你未来的选项 是不是 可以说never吗 不可能 我觉得对我来讲 最主要的就是 我现在这个工作 我不觉得有任何党派的色彩 那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四个主要的政党 都有签那个开放国会的国家行动方案 我们在新政院是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 可以说是关于要连接世界 关于要深化民主 这个是没有党派之分的 任何人都觉得是很好 而且如果党派之间竞争 是竞争更开放更民主 对吧 那所以我在这个情况下 才比较真的能够聚合大家的力量 但是我如果去竞选的话 那势必可能一半或超过一半的人 都是另外的党派的人 那我就很难继续做这样的工作 听起来你这个日常 你的思考也很多 行程也好多 你有时间好好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吗 是晚上吗 还是你会特意留一段时间给自己 是 我的工作大概就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 那早上的时候 通常是南北北美的朋友 那到傍晚的时候就欧洲非洲 那中间是印太地区 就好像是随着时区这样子跟着太阳走 那所以在七点要体检之外的时间 那都是我留给自己的时间 手机也不会接 Email我不会看 所以晚上七点之后 你手机跟Email 也不快行程 那你那段时间你做些什么 很多时候就是听些音乐 然后把就是白天整理的东西 然后自己多想一想 那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睡前会快速的看电子书 就是在不连上网路的情况 既不受网路的打断 我脑里也不会打断那些书本 然后快速翻译越之外就去睡 那醒来之后就有一个比较整合心的理解 那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还是在做工作对不对 可以这样说 可能睡觉的时候才是做工作的时候 现在这样子比较像是收集工作的素材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 大家会很好奇 就是睡觉的时候你怎么工作 大家不就在睡眠吗 不就在做梦吗 对 我的工作方式就是 我会把各种不同立场的想法 那在睡前快速看过 不下判断吗 那醒来的时候我就会快速写下来 或者用录音的方法 稍微把一些综合性的想法写下来 那如果你问我说中间这八个小时 或者如果真的很困难要加班九个小时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我好奇就是说你进入 就同意当政委这段时间以来 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 五年多了 哦五年 sorry 因为疫情停滞了 真的 好 您从同意当政委以来 到现在五年多的时间 这段时间你觉得生活上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就像刚刚讲的 我变得早睡早起 在本来不是这样子的 本来可能半夜可能两点左右才睡 都是很常见的 我以前在民间的时候 那当然醒来的时候就可能中午了 但是现在就像刚刚讲到的 因为疫情的这两年 让我们的国际空间变非常大 以前跟我一样的位置的朋友 那常常很资深 他不会用视讯 或者其实他年轻的时候用过 觉得很难用 就都不用 所以我们透过视讯 只能碰到比较working level中间的朋友 那真的要去见他就得飞过去 那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发现 比起他们年轻的时候 现在视讯看得更清楚 还不用戴口罩 比面对面更好 真的 他们接受度都很高 那所以我们去约 像刚刚讲到 我一大早醒来南美北美的朋友 他们也不用担心 会有人抗议啊 翻桌啊什么 并没有嘛 每个人都是六比九 一个小方框 随时想到就直接就是敲鼻子 然后就直接可以开始进行讨论 所以这种国际空间就跟以前 我们在实体的在门口还要看护照 进不进的去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疫情 其实对台湾来讲 它反而是给了更多的机会 绝对是这样 而且全世界认识台湾的方式 就不是完全只有 就是珍珠奶茶之类 那也是非常棒 但是也包含说 我们所谓的台湾模式防疫啊 这些 好我想问问就是说 你才从这个 现在大家对你很好奇 但是从一开始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经历了一些 你自己所谓比较低潮的时候 我想从这个地方来聊聊 好就是我想了解就是说 我们也知道你一开始 就不是走一个传统的教育模式上来的 你那个最初的时间点 你发现自己跟大家不一样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那当时就是我在班上 学数学的时候嘛 那就问老师一些 关于二进为什么的问题 那老师当时处理的方式就是说 每次碰到数学课的时候 那就要我去图书馆 就是棒球的种叫静儿 静儿远之啊 那所以其他人还在班上上课的时候 我就是在图书馆看书 所以那个时候当然就觉得说 跟其他小孩好像有点不同 那那时候你会觉得自己 有受到排挤或是什么吗 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 你就是想要这样说起 我觉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并没有受到什么排挤 排挤是小学二年级 转到自由班的时候 因为当时班上第二名的同学 很不想要当第二名 那所以就很想欺负我 那但是当时后来我也真的就休学了 因为被欺负到受不了 那他也真的第一名了 不过这好像跟他实际的学习 没有什么关系 完全是那种比较不稳定的相对的比较 所以在那时候的你还不是一个 那么有自信的唐风 所以你会因为这些的霸凌 或是不好听的言语 觉得受伤 没错 所以休学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书 这个摩特索利啊 萨提尔啊 这些 那这些书皮亚杰等等 大概都是在解释 为什么小孩会对其他的小孩 做这种事 他大概不会是天生的 所以你小二小三就在看这个书 对就成长儿童心理学的书 因为我想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 所以后来我才可以理解到说 也不是只是他 因为他回去没有考第一名 那他家长会打他 那他的家长呢 又是他们自己的成就教育 然后等于把他的自信心 建立在不是里面的 而是外面跟个人 个人比较的这种事情上 那所以后来我想通知了之后 就知道说 那所以我去 怪他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未来还会有各种 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解决这种情况 就是要彻底的改变 我们的国民教育 要让小学二年级的小孩以后 不要在个人跟个人比较 而是那个人自己发展的方向 所以在那之后 你开始想要往体制外的方向来走 然后开始用自学的方式 是吗 就是一半一半 就是像 因为我三年级四年级 都是在台湾 但是也是都读不同的学校 都在换了学校 对所以可能 一个礼拜两天或三天在学校 那其他的时间在外面 所以也不完全是体制外 那我四年级跳读 六年级之后就去德国了 所以我五年级在德国 降读四年级 所以这些当然 往好处想是不用做暑假作业 因为每年暑假都要转学 对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 那就让我发现说 原来学习的方向 是我自己可以主导的 我只要对什么研究方向有兴趣 其实有很多的资源 不一定要在学校里面找 但那也是说 自己时间很多可以在校外 自主的安排 才能够学到怎么规划 这样子的学习 所以那一段的学习 历程对你来讲是开心的吗 当然啦 因为有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的方向 所以那时候妈妈其实是为了你 辞职了两次 对不对 为了你的求学 是 我想问问就是说 对你来讲 你觉得父母亲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现在回去看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 我自己不舒服的这些情况 那尤其是我母亲 让我知道说 我只要能够想通 那去想说 那深圳发生这件事情的原因 我们可以做哪些改变 未来就不会有类似这样子的状况 再发生了 那就不是我自己被欺负的这种 不舒服的感觉 会变成共同创作的感受 怎么样子去做 现在的实验教育三法 我们那个时候推动自学 那到后来我参加科发会 把这个自发互动工号 这个精神 想要在我们的一般的国民教育 不是只有体制外教育 都能够去贯彻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确实也真的解决了 就是小学二年级 那种好像他除了跟旁边的人比第一名 第二名之外 没有别的成就建立的方法的 这个结构性问题 现在也解决到差不多了 所以妈妈一直以来都是感觉 他把你当一个大人来看 他在跟你沟通这些事情 我爸爸也是 爸爸也是 你有没有印象中 比较大的亲子冲突 是为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主要还是 像我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跟家里说 那我就想要 我就是百分之百的时间都在外面 我就不想要再去国中了 那主要也是因为当时 开始有忘记网络 所以我发现 我也不需要某些时间 去学校图书馆 或去学校找老师讨论 我不管想要研究什么题目 大概在网络上面 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当时当然 因为国中辍学 毕竟在社会上面 他们还是会担心嘛 有期待 对 之后怎么去念大学 之后怎么去写论文等等 所以后来 我就不跟他们吵 我就直接去找校长 因为他们很尊重 多惠平校长 背上国中的校长 所以我就跟校长说 你看你要我去看个论文 或者是这些写论文的教授们 他们没有把我当小孩 因为隔着网路也不知道我几岁 所以我写email 他们直接就回啊 所以我不是只是下课的那八小时 我希望全部一天十六小时 都可以来做研究 那校长就说 好啊那你明天就不用来了嘛 教育局来不用帮你处理 所以我就回去跟爸妈说 你看校长都答应了 所以你用校长来让爸爸妈妈点头 对因为毕竟义务教育 最后执行的是校长 那我们刚才谈到亲子冲突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时候 对就刚刚讲到的 就是本来可能他们很不放心 我所谓的种错这样子 那后来反而是校长帮着我 去说服他们 OK 好那我另外想问问就是说 你觉得父母亲这样子的教育 有对你来讲适用于每一个小孩吗 就是现在的父母也都可以把他们的小孩 当成大人来看吗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 当成大人来看只是说 要他讲得出一个道理来 那像我爸爸小的时候 我如果是就是硬要争取什么 那他一定会说那为什么 要讲出一个道理 对那所以他不是说把我当大人 是说好像要我自己承担全部的事情 他要的只是说像一个大人一样的讲出 你做这件事情 对大家有没有什么影响 那后面有没有什么价值的判断等等 所以我觉得至少在讨论的这个层次 把小孩当大人 是绝对是很有帮助的 但绝对不是说 要他八岁就自己出去赚钱养家 不是那个意思 OK 好 那你刚才有谈到说 自己德国的那段求学的经历 我会特别好奇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而已 但你觉得对你来讲 他有些什么的启发 或者是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 当时我是刚刚讲到降读嘛 所以小学五年级去读他们的四年级 可是碰到了四年级的小孩 我觉得都比我成熟 安排自己的时间 都非常的 就是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想法 你就问说 为什么你要选这个课不选那个 参加这个俱乐部不参加那个 每个都头头是道 我就想说 他能表达 对我就想说 在台湾好像不是这样子 对那可能不是 这个小孩本身有什么差别 而是大人对他们的期待嘛 所以就像刚刚讲到的 因为他们从小就要自己做选择 而且为这个选择来说明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从小就养成这样子 大人的能力 那我好奇就是说 很多人会用宅男或宅女来形容 说这些跟网络非常贴近的人 但我发现说其实你的表达能力跟你跟人是很贴近的 这当中你是有特别的养成吗 还是说你觉得这是你与生俱来的特质 对我来讲就是透过网络 是让我认识以后可以面对面的人 所以网络只是认识新朋友的工具 一个桥梁 对所以像我在20出头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两年的时间我跑了全世界的大概20几个城市 就所谓的沙发冲浪那都是在网络上面一起工作很久的网友 那我就直接跑去他家里 对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宅的问题 那事实上我们在网络上面就是讨论了这些事情 确实面对面可以讨论的更丰富 尤其我们那时候一起在做一个叫Pero的语言 那这个语言它的研究的社群本来就是全世界都有 所以我就有一种好像是类似我的族人 全世界都有朋友的这种感觉 所以就端看你怎么应用了 是这样子 好 你们先休息一下 好 喝口水 喝点茶 谢谢 包团通开 好 路上 路上 好 准备 五 四 三 二 唐鳳你用不到二分之一的时间 做了很多可能人家一辈子七十年都完成不了的事情 你自己怎么样去运用时间或是你自己怎么样去把自己的时间精简到你觉得可以利用到发挥到最有效的地步 是 刚刚有提到说我以半小时做一个单位在工作 那在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被打断 所以我不是只有现在访问的时候手机完全关静音 我平常也绝对不会开任何声音或震动 那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够很完整地想某件事情 那如果半小时不到就想到一个程度做到一个程度 剩下的时间我也不会跑去滑手机 而是我会回去去检视说那还有没有什么角度是我刚刚没有想清楚的 一直到半小时到为止 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叫翻起来这种时间的几率 我觉得是最主要的 因为我们如果随时被打断 也许被打断的那件事情我们可以处理好 但当我们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脑里就已经带着被打断那个感觉了 所以在脑里本来大家同时可以处理七个声道的各种概念 那但是可能回来就只剩三四个概念还回在那里 那所以所谓注意力缺失的情况 其实并不是说任何人他本来的能力怎么样 而是说你让自己随时被打断自然就会进入那个情形 大家眼中的你好像很完美 然后工作也很顺利 然后很早就退休了 我想问问说你都没有在这个成长路程当中有过自我怀疑 或者是觉得低落的时候吗 像我刚刚提到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那当然是觉得那社会上对我的期待 特别是要上学的这个期待 跟网路上面很多自学的人表现得很好 而且事实上更受人敬重 好像这两个社会是有落差 所以我会觉得好像被分成两个不同的身份 然后也就是在一个地方感觉被鼓励的 另外一个地方被怀疑 所以当时我就自己跑去泰雅族就是屋来那边 信贤的一个小木屋闭关了蛮久的时间 确定说那我不要把这两个看成是我要认同这个 或者认同哪个 而是都把它当做体验 就是我有这种体验 我有哪种体验 那这两种体验中间可能有一些不同之处 那你就把它当成好像一个ambassadership 就是一个大使 这样子我可以把网路的一些文化 让现在现实世界的人多少可以了解 反过来也是一样 只要一这样子想 就好像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对不对 就变成说我可以贡献之处 不需要纠结在两个身份中间 把自己心理那个结给解开 是这样子 大家会很好奇 可能也很羡慕 你33岁的时候宣布要退休 35岁入阁 你怎么样看自己这段生命历程 这是你本来想象得到的吗 是 当时投入公益的这个事业 我觉得一大部分也是因为发现说 透过网络网路大家多人共比的这种模式 以及2014年开始有直播 而且不是只是被动的收看 而是可以及时的互动 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传统上面 好像不管是广播电视 只有几个人能够讲大家只能收看 的状况被翻转了 那当时所谓的新媒体 就是这个意思嘛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直播 但是这个情况又发现说 透过参加在你运动等等 那这个谣言啊 各种各样的假讯息啊 片面的 因为专业的报导者有受过报导新闻训练 但是拿个手机就上街拍的直播 也很多 对 可能也可能没有那么完整的训练 所以很容易就会开始有各种留言啊 什么弥漫 那因为我以前在私部门工作的时候 专注解决的就是大家怎么样营造一个网络上的空间 让大家的互信能够增长 而不是互相摧毁 所以我就想说我这个应用 我这个所学很可能它在公共利益上面的应用 可能大过我就设计一个产品或设计一个服务 专门卖给公司来使用 所以也是那个时候的起心动念 因为2014年有参与占领运动嘛 觉得说在这么大的这个几十万人都可以同时来想 这个符号协定的这件事情 那大概任何事情都可以这样子想 那你就对你自己而言 你跨到公部门来 跟你之前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或是最大的差异是吗 所以除了作息嘛 对除了作息之外 以前在跟矽谷的这些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在意的就是埋得起我们的服务跟产品的客户 那他们的意见当然要及时的聆听 而且要跟他们共创 但是呢如果是竞争者的产品的用户 跟我们关系就不大了 对那但是在公部门则不是这样 我们设计任何东西 我们最要在意的都是 还不知道有这个公共服务的朋友 那不然的话我们约设计就把大家都落下去了 就只剩下小小部分 知道有这些数位服务的人能够来应用 可是当我们的目的是公共利益 就是75%的人上都要戴口罩 都要打疫苗的时候 我们如果一下就把一半的人排除掉 我们永远也打不到那个公共利益 所以特别要照顾还不知道要怎么样来使用我们服务的人 我觉得这是公部门跟以前四部门工作最大的 正好你现在提到 我就很好奇就是像1922啊 之前大家会希望说可以有一个更公平更公开的方式来预约疫苗 但现在已经上线了 但很多人他还是不用 或者是预约了他就不去 你怎么样看这样子的落差 不过他不使用的话 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说让县市政府的量能 然后以及我们取得的疫苗 以及大家的意愿 这三个也及时的撮合不要浪费 所以如果他不预约的话 那比他年轻的人就去预约了 我们疫苗跟量能还是不会浪费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当时也特别去请 好比像说林立长的系统 好比像说药师的系统 等于是说这些朋友们如果不知道怎么使用我们的平台的话 那他只要愿意把他的健保卡号 身份证号交给他一个信任的人 那他就可以帮这位朋友来进行预约的工作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其实主要省的力气 很多是县市政府卫生局的力气 因为本来他们自己要做到所有这些沟通的工作 他们一次年龄开太多 那大家来扑空他们被骂 年龄开太少 他们剩疫苗也被骂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不会赢的 所以当时我是一个一个跟所有的县市长或就是主则的团队 那一一的视讯 那一起讨论出一个帮大家都省一些力气的错 那我想聊聊就是说现在 其实大家都会想说 你工作这么忙的状况下 在公募之余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你可能可以喝点茶点 或者是看看书啦 你还有没有自己一些比较疏压的方式 有啊 我会在行政院里面有一个小衣柜 那进去之后就是一个VR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进去然后戴上VR的眼镜之后 那我可能人就到了好比说国际太空站 或者是到瑞士的这个马特洪峰之类 那当然一方面是很疏压 然后二方面是它也可以去让我更不要受到 好比像说国界的影响 因为我们人在地面上的时候 比较容易想的范围就是我们周遭的范围 但当你到了太空或你到了高山上面的时候 你就比较容易关注整个地球 所以你需要自己时间自己思考的时候 你就把自己关到那个衣柜里面去 对对对就关到VR 好那我想另外就是问一下就是说 人难免会有烦恼 现阶段你的烦恼是什么 你的最大烦恼是什么 我目前没有什么烦恼 之前比较烦恼的大概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几个平台 就是疫苗的这个预约啊等等 但是因为在这一两个月以来大概都上轨道了 所以我现在也睡得很好 没有什么烦恼 所以工作上生活上都没有烦恼 是这样 所以目前自己最大的快乐来源又是什么呢 就是参加一些访谈 在疫情之间都没有办法嘛 可以聊聊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本来有很多 不管是演讲啊访谈啊等等的邀约 那以前大概每个礼拜大概两天左右的时间 都是在巡回全台湾 然后再跟各地的朋友 就有点像我们这样子 古色古香的 或者是有在地的文化气息的 这些地方去了解那边的朋友在感受什么 以及如果有一些我们政策上面可以帮忙的地方 可以怎么样一起来讨论这些 那但是不管社创或者青年的巡回 在疫情的时候都停下来了 那所以就变成纯线上 那纯线上其实就没有那么容易 而且也很难感受到那个当地的状况 所以我现在蛮高兴的就是又可以恢复这个巡回的日程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邀约你都会答应是不是 只要时间嘎的过来的话 对如果时间许可的话 好比像说之前我跑去屏东嘛 那然后跟 看很偏向的地方你也去了 是是那跟在地的很多从事辅导的辅导老师 来进行座谈 那一场也就很开心 因为我在高铁上面完全都还是可以工作 我去屏东的高铁上面还在访问 所以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差别 那我就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 在我们这场的访谈之前 我们也曾经跟你的工作人沟通过 他说你会全程录影 全程放在网路上 包括你的每一场的活动 你都公开在网路上 这个想法是什么 蛮特别的 就是素材嘛 所以说不定我们两个刚刚的对谈 又被哪个日本的饶舌乐团做成歌曲 因为一般来讲就是媒体访问 它是为了一个特定的节目来运用 但是在后面的很多 不管是刚刚讲要做音乐创作 做文化创作的朋友 可能他想要拍纪录片 可能他想要做各种不同的应用 那所以我们自己取得一个 在著作权上没有问题的一个copy 那这个就很重要 因为不然的话 每个都要回来问你们授权 对 我自己好奇就是说 你走过了这个自己教育 比较迷惘的时刻 那现在包括了108课纲 你也参与在其中嘛 然后包括了自主学习这件事情 你怎么样看目前台湾社会的教育情况的转变 对 我觉得108课纲它是一个开始 就是让每一个学校 特别是高中阶段 也包含国中小 就是自己有一些教育部没想到 他自己想到的 他就可以自己用学校的课发会 把加深加广 校定选修必修这些开出来 所以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会开的课 什么电竞课 这些课 这些 现在都开了很多 那而且也就 把大家不会关在教室里 现在有很多户外的活动 独木舟环斗 这些都变成正规教育的一部分 没错 就不会说好像都必须要是到第八节课社团 什么才能够处理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共创的精神 那在我小的时候 大概学校就是国立变异馆的执行单位 但是到了现在 等于每一个学校里面 关心教育的学生跟家长 就可以像我们当时在课审会讨论的时候 也有学生代表那样子 那等于每一个层级 他都可以在把他自己想要的教育环境 为他自己或为他的学弟妹变得更好 但其实课纲也有一些争议存在 有些家长会觉得 其实利益良善 好像要把学生的loading给降低 但其实有些学生因此 他可能要丰富他的学习历程 他可能要去外面补很多的才艺 你怎么样看这个 他其实是创面认识吗 好像也不是 因为这个后面有个假设 就是你高中毕业一定要念大学 对 那是在这个假设 而且又觉得不要晚别人一年念大学 对 的这个前提上才有你刚刚讲的争议 但是以我的看法 就是高中毕业大概就不要念大学才对 当然我中中错了 所以可能可以更早就不要念 但是因为在高中的时候 透过他的职业探索 透过他的选修课程等等 其实你如果看国外的话 家长要小孩念大学 还是要像劝朋友那样好言相求 而且小孩还不应理应 通常大学就自己想办法 对 家长不会support你去念大学 没错 所以那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人家是18岁成年 那我们是20岁成年 所以就算小孩自己有很多的想法 像之前教育部有办一个什么存折 就是他18岁之后就自己去 爱做什么做什么 那雇主跟教育部帮他存点钱 未来回大学就不用缴什么学贷了 那但是这个想法 报名的人不少 实际用的人就没那么多 每个疑问都是家长反对 那因为他还没有20岁 所以他不管做什么家长都要签字 家长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地位 那不过这个人应该过两年 你就可以处理到一个程度 因为我们也快要18岁成年了 所以你希望是去改变这些家长的观念 不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念大学 而是让他找出自己的那一条路 就是你需要大学的时候 再回到大学 像我们很多年EMBA 他是已经担任管理职位 他发现他本来学的 或者他累积的经验 他需要一些学术的启发 他才能够像你刚刚说更上一层楼 那这个时候他回去大学的时候 跟教授是比较平起平坐 就教授有学术上的训练 但他有第一手的实物 所以是两边搭配起来才写得出论文 那我觉得你带着像我刚刚说 我国中二年节的时候就有那种研究兴趣 当时我也是去大学旁听很多课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教授能够教给你的 以及你能够分享给知识社群的 才真的是大学存在的那个意义了 那如果完全没有带着任何想要解答的问题去 好像非念大学不可就去念大学 那可能最后只有拿一张文凭而已 所以只有课纲的改变还不足以去优化着教育环境 可能还有家长的想法要改变 可能要就是向上管理 那我好奇就是说妈妈从小 就是你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 妈妈从小听起来就是一路support你 是 是 非常的支持你在做自我学习的这个部分 对 你有没有一些话是想跟她说 却还没有跟她说过的 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每个礼拜都不是视讯 就是我去找她 所以随时想到什么都直接跟她讲 所以父母亲对你的支持 包括你在性别上的摸索也是一样的吗 对 因为他们并没有觉得好像我一定要把自己定义成什么 就像刚刚讲到的 并不是说我本来有这个认同 后来变成一个认同 比较像是我有这样的体验 那他们很支持 我后来又有另外一个青春期的体验 那他们也很支持 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 在中间有任何的负面的想法或建议都没有 如果是有不同的体验的话 我想只要我讲得出一个道理 那他们随时都是支持我的 所以你自己也没有在得到外界的眼光认同这件事情上有过挣扎 你说认同的意思是什么 我说对于性别上的认同 你的自我认同跟外界给你的期待 所以就是不管一个人他的想法他在冷门 他旁边可能万分之一的人才跟他有相同的想法 全台湾有两千三百人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社群 所以透过往期网路碰到这些支持你 而且有过类似经验的社群 这个就很重要 但我会觉得很有趣就是说 其实现在是一个开放社会嘛 大家言论都是自由的 难免你也会在网路上看到一些可能是负面的批评 或者是对你比较不友善的一些言论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讯息 还是你觉得你的情绪已经可以裂到不受波动了 我就是抱持欣赏的态度 真的啊 就是原来中文可以这样用 就是我会觉得很有创意 就是如果有一个我完全没有看过的角度的话 那我会觉得说 那这个我下次就学起来 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运用文字的方法 所以你没有因此觉得生气过 或者心情受到影响过 我如果心情绝对受到影响 那表示我心里有些痛点 那我就去听一些好听的音乐啊 或者是泡几杯这个不同的味道 新的味道的饮料啊 那我不管是听了还是喝了之后 如果又有睡够 我下次再碰到这些比较刺激的字眼 我想就是比较舒服的感觉 那自然也不会想起 那我想问问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聊到教育嘛 你觉得如果有一些孩子 因为其实大部分家长其实没有那么勇敢 敢让孩子自学 当然现在的越来越多了 如果有这样子挣扎或是想法的家庭 你会给些什么样的建议 当然每个县市现在都有自学的审议会 所以去问一问这些委员 然后也不一定是在家自学啊 现在很多人是在机构或者团体里面 那这个你就可以去问机构 或者团体有类似处境的朋友 那又或者说 其实你的学校的课发会 其实你是可以参与的 所以你看不顺眼 学校的课程安排的部分 也说不定你只要稍微参与一下 也可以修改 所以就从完全的实验教育 到体制里的教育实验 现在是一个非常连续的光谱 不是像我们当时好像公民不服从一样 而是现在每一个阶段 大概都会碰到一些志同道合 就像我刚刚讲到的 有共同经验的支持的社群 我觉得也或许因为教育的改变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越来越有想法 越来越有创意 但之前也有这样子的名词叫草莓族 你怎么样看 尤其你现在的同事们 或者是你的同人们 很多都是非常年轻的朋友 你怎么样看他们的优点在哪里 你就是相较于以往的上一个时代 是非常大的差异的 我想草莓族的意思是说 比较没有所谓吃苦耐劳 吃苦当吃补 不合理的就磨练 没有这种精神 太多的精神 可是那也是因为 开放式创新的资源太多了 所以随时任何人只要觉得 自己在做重复的 好像工具员的工作 他随便找一个什么城市 就可以把那一部分做完 那他如果是觉得说 这个不合理也像磨练 他就磨练一下那个机器人学徒 那机器人就帮他做完了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草莓族讲的就是 大部分的人现在会理解到说 那些不合理的磨练 应该是机器来做 那在当年可能机器非常贵 可能没有机器学习的技术 所以好像是非得人来做 但本来那些事情 人来做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没有成就感 所以现在大概都是靠自动化来处理 所以你不会用负面的角度去看 草莓族这样一个名字 因为反而是你忍耐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做数位的创新 所以你会不会 因为有些年轻朋友 他可能一年两年三年 很快地换个工作 你怎么样看这样子的情况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是斜杠 尤其是当远居工作 在疫情之后 现在非常的盛行 所以你刚说换工作 我觉得很多人是兼职人 觉得他有一个主要的工作 但他另外一方面 透过网路或者接案案 或怎么样 他有好几份工作 但是他对自己的定义 并不是说他这边是一个身份 另外一个是一个身份 而是这些全部加在一起 才让他比较成就感 或创意比较能满足等等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因为如果是每一个工作都得通勤 那它还不太容易 而且也非常的累 但是现在因为很多创作性的工作 可以透过网路就可以做 所以你这边做完 关个视窗再开个视窗 然后你又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 那我觉得也可以刺激各种不同的行业中间 跨领域的这种人才的对流 我觉得这是非常帮助 我之前看一篇报道就很有趣 你说呢 你想做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 你是 因为每个人总要给自己一些目标 对 那你现阶段的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我登出这个世界的时候 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比我登入的时候要比较好 那每天的时候也是嘛 就是我这个去闭上眼睛睡着的时候 可以比我那天早上张开眼睛的时候 多了一些创造的可能性 那但是并不是靠我来完成 因为我们这些素材都抛弃著作权 肖像权 所以只要有人想出比我更好的主意 那他不用问过我 他就再去创作再去创作 所以也可以说是我就是一时之间一天之内 想出一个什么想法 尽快地把它贡献出来 那变成大家的创作的素材 我就很满意了 所以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说 如果有一天你卸下了政委这个职位的话 你想做些什么 不过就像刚刚讲到的 斜杠并不一定要辞职啊 对 所以我现在同时是政务委员 但是我在国际非常多分盈力组织 同时也是理事啊 所以当然没有收钱了 也是院长批准的 但是就是这样子的兼职 对我来讲 其实就是已经在创业了 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 好像我要等谢一下政委的身份再来创业 我这些国际的身份 当然对我们在国际场合也蛮有帮助 对不对 我用政委的身份进不去了 换一点帽子就进去了 但是也是比较实际的 就是像在以太坊那边 跟Vitalik Buterin 一起想出的新的投票方法 新的募资方法 平方投票法等等 因为我们就立刻在我们这边的 总统配黑客送总统文化奖都可以使用 那我会比较好奇就是说 除了这些公领域之外 比较personal的 你有没有自己心目中 你很想完成的愿望情 但是你到现在可能太忙碌 还没有机会做 未来可能比较有空 你希望有机会可以实现 没有 我大部分的工作就像刚刚讲到的 其实就是我本来的那个研究体力 就是怎么样透过网路 把本来有不同立场的人 透过互信的建立 达到共同的加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从小 大概是二三岁 就蛮确定我要研究的方向 所以这个方向我想在我的工作上面 也已经体现的差不多 不需要等工作结束 这样才去做 OK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唐振伟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 谢谢我们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你 也听到了很多我们可能以往没有想过的想法 我希望这一集可以让更多的观众朋友有一个启发 谢谢振伟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台湾名人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的话 也欢迎上Podcast搜寻 上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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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趴就这样 对 你两支疫苗都打完了 对啊 对啊 我刚